我們是Joy Plus的轉案 那今天有邀請他來幫忙畫 就是空間的改善願景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個人真的畫 有那個阿錢有幫忙畫一個 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還沒畫之前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大家可能有去過就八博 以前有個中山足球場 那後來就不提足球了 就變成展覽的空間 那他有一邊其實基本上就是裝飾用把它都縫起來 就你其實看到蓋板它下面就是以前的看台 那你也看到他其實就是2016的時候做好到現在 也大概八年了 就六年以上 就大概是這個狀態這樣子 但下面的活動還蠻熱鬧的 那阿錢的畫法呢 就是他有 他其實大概有一些想法 就是他其實最主要的想法就是那光電板 因為這邊很開闊 那只是松山機場的航線 所以也不能蓋高的 他就想說可以放一些光電板在看台上面 因為人也沒有在上面 就可以發一點電 那這邊廣場他有想要放一個大的樹木 可能是想說人會坐在下面嘛 那有時候大太陽像這張照片 其實是下午的時候 就基本上更不會有人想要在上面坐著 都會躲在裡面的處 那還有就是一些椅子 就是有靠背的椅子 就是還沒有這個圖像之前 這些其實都是你說 就是沒有辦法靠背的 所以他有放了一些有靠背椅 那加一些圖像的人來跟椅子官的探討 所以這就是他用這個工具 就從探討的角度來說 他如果今天要跟管理單位或政府部門說 因為我希望怎麼怎麼改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一條一條把它寫成中文 但是主管機場可能會覺得說 我看不懂你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他或許可以附上這張圖片 告訴這個管理單位說 我其實想講的就是 看台上面有一些綠能的設施 那增加一些可以靠背的座位 那這個廣場過於曝曬 應該有一些遮蔽 例如說有大樹 其實剛剛我講的那段話 是常見在說明會會聽到的文字 那只是說 現在有一個工具 可以讓它更直觀地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是這個工具的部分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持續去幫我們再畫 因為我們除了這個bubble的場地之外 我們也挑了一些 另外一個場地就是中府前廣場 那這個我想大家就會比較有一些印象 那我這邊可以快速再demo一下幾個素材的邏輯 就我們有一大類是 比較就是街道上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裝飾 甚至有公車站 那有一類的話是人物 就比較是比如說作者的人 甚至是在打球的人等等 那還有一些是植被植物 植栽 樹木或者是盆栽 或者是比較矮一點點的灌木或花粉 所以這個是Joy Plus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專案Joy Plus 除了這個算是College的工具之外呢 我們還是會想要去多探討一些應用的場景 那我們之前有做了一份問卷 就是來詢問說很多的公民參與 不管是政策上或者是主題上的話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應用提供大家有想到 那這份問卷也可以在今天的共同研究看到 那你也可以幫我們點一下 那現在有大概52位的朋友幫忙點信 主要是說 我們其實是大概問了一下大家的背景 就是民間來參與公共爭論 或者說他自己本身就是共資人員 但是看起來是一半一半 那後面呢我們就會挑了 像剛才這個願景拼接工具 我們就會問他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跟你的日常業務 有沒有機會導入 那至少看起來大概一半 是會覺得還算有可能 那除了College的這個網頁工具之外 我們還有問其他的 比如說這個叫Stream Mix 就是針對街道的空間 來把街道做重組 那一樣都是問一些 可不可以使用在實體的收容會 或者其他的景點 那也有像群眾標註地 就是用拍照通報 避典這種工具 那所以歡迎大家 作為民間來參與公共爭論 或者是有經手這些公共事務的朋友 都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那你也可以幫我點一下背景 就是說有的還有特定的職位 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